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让奇迹出现的 面对现在的社会多灾多难的世界 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 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早就有话说 他把我们这个居住的世界形容为火灾啊 到处都是灾难 又把构成我们生命的这个身心主体 称为苦剧啊 所以如果要修心改变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剧 我们苦的这个心来转换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的筛望和希望 什么永恒 什么永久不变的快乐 均属虚妄的 因为我们今后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经常跟大家讲 五十年之后我们又在哪里 希望大家想通想明白 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人间多多的修行广结善缘 让我们能够得到永久平安和永久快乐的地方 不在这个宇宙 不在这个地球上 而是在我们真正以后要回到的天上 让我们共同努力 回到我们的佛祖身边 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